下一位 欢迎后上来的流浪姐江小柔 大家好 我想老少 小柔姐 为什么 为什么你出来那么吵啊那边 都是花脸的朋友 相亲吗 对啊 还紧张吗今天 还可以 今天来了一百多个人啊 你看他 好不好 加油这是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鼓励绝对对你是最大的力量 OK 你要哭哭了 感动了 你已经第一名了吗 你已经第一名 可以再唱完歌吗 一起叫 今天你们吵了你看看 他们叫你流眼泪 感动了他们 支持的声音 他们一大早就陪你来了 等你等到现在哦 用你的歌声满足他们好不好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支持是对的 歌名是什么 那个在领的死灰妇人 死灰妇人 一起来欣赏 欢迎 说过要爱的简单 说不想让一丝为难 留恋爱是人情双双双的火 爱过却死亡 说过了不要感伤 挥挥手爱没了就该散场 不想要均用 不想要均逃 不想要均勉强 想动不要想 好聚不好散 偏偏爱情终是这样 重在分手之后 再把绝不能遗忘 过心灭烂梦里还留着温暖 让爱与恨不断愁唱 却你不这么讲心里却这么想 你将爱再次点燃 很想许直到为自己愿望 当你重回我的身旁 再一次燃烧的爱会更久很长 再一次燃烧的爱会更久更长 再一次燃烧的爱会更长 我觉得他有实力啦 什么副歌他有他的 对他有爆发力 可是他今天掌握真的很差啦 不然他调听算好吗 是啊 声音很好听 绝对选他当我的作员 我对他其实很有想 我个人我觉得他很有想 他只要给他一个好歌 外形在外形的位置 弄好 他应该就是一个长江 你是泰鲁阁主吗 对 对 你光看长相就知道了 这是我的天赋 我看台湾人原住民啦 对 泰鲁阁主我认识会唱歌的很多 那我觉得你算是我新认识的一位 真的唱得很好 谢谢老师 都不要管歌词 光是听你唱歌 你喜欢唱歌的那感觉 都会被你感动 谢谢老师 小刚老师 我觉得 不错很好 特别是你的A段 通常这种歌 副歌很大的那种 A段通常都处理的不够细腻 但是我觉得听你的A段还不错 有把人的情绪真的带过来的感觉 然后你的副歌 你有天生的天赋 你真的是 power比较大 我有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说你麦克风其实可以不要拿那么近 你拿太近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唇齿音会太多 好 谢谢老师 了解吗 了解 哦 你通常用力唱的时候很像都要把它吞掉 这样不好 尤其你的音量那么大 您可以把小刚老师吓到了 吓到了 嗯 小刚老师的答案是小的不得了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好不好 好 好 来准备 请看分数 有没有 超过 90 呦 哇 88分 明明老老师给了23分是里面最高分的 来 请分享一下 我觉得今天这个无惧的江小柔好像回来了 无惧这两个字很重要 对 那么我认为 很多真实的这种感情惨烈的状态 你其实并不并不需要真的亲身经历过 因为你的歌声自然有那个power 就会让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人死灰复燃 呦 我是结尾下的好 死灰复燃 恭喜你 你又再次用歌声感动的大家 好 恭喜国家 恭喜小柔 谢谢